第三组 琉璃柱 杨慧兰夫妇 我们再次一掌声 刘先生 刘太太在高中的时候 是从小同学 因为切 中口不相认 现在呢 家庭非常地幸福美满 问候一下我们的朋友 亲爱的观众 大家好 祝福大家 婚姻美满 家庭幸福 谢谢您 请您就坐 请接下来要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评审 第一位 大家都很熟悉 老盖仙 夏宇 第二位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漂亮的小姐 她是名作词家 牵引的作词家 小轩小姐 第三位 名舞蹈家 易天华小姐 好 稍后我们就来进行我们的各项单元 你接着我们就开始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单元 感情交流道 田大哥 我们已经利用刚才休息的时间 先生和太太都把问答已经解答好了 现在我要先请太太们回答 请您注意听我的问题 一共有五题 第一题 如果你先生要宵夜的话 你会准备什么 如果你先生要宵夜的话 你会准备什么 我们请第一组的蔡太太先回答 准备准备几道小菜 什么小菜 要讲清楚 草羊肚 草羊肚 我们看看蔡先生的回答 保力答 这个比较好像有很大的差距 好 请您放下 抱歉 没有对上 王太太请回答 咸稀饭 咸粥 咸粥 来 我们看看 咸稀饭 答对了 很有默契 刘太太 面条 面条 答对了 答对了 那么这个单元只有第一组的蔡先生您的回答不对 第二个问题 请问你先生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最舍得花钱 请蔡太太先回答 蔡太太 买小孩子的书 买小孩子的书 课外读物 来 我们看看 皮鞋 不对啊 好 王太太请您回答 买衣服的时候 买衣服的时候最舍得花钱 我们看看 王先生 衣服 答对了 默契真是好极了 刘太太先回答 衣服 衣服 不是 不是 第三个问题 三更半夜 如果家里还有不受欢迎的客人在聊天 赖在那不走的话 通常是由谁出面来处理 我们请刘太太先回答 没听懂 是您在处理这件事情还是你先生处理这件事情 多半都是我先生 多半都是你先生 先生 答对了 王太太 我 你 太太 答对了 太太太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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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 答对了 第四个问题 请问你们结婚的时候 先生穿的礼服是什么颜色 太太太太请您回答 藏金色西装 藏金色 白色 这差太多了 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这个穿白色的是谁呢 好 王太太请回答 黑色 黑色 我们看看王先生 深蓝色 这个还好一点了 接近 接近 刘太太 咖啡色 咖啡色 蓝色 对 或者可能结婚久了以后 这套衣服已经忘记了 到底是什么颜色 这个单元很失败啊 三位太太都没有答对 这也是很有趣的 我们回味一下 请问 你先生最喜爱的户外运动是什么 太太太 请先回答 散步 散步 我们看一看 网球 王太太请回答 王太太 打羽毛球 打羽毛球 我们看一看 羽毛球 打球 刘太太呢 打网球 打网球 打球 这个我不晓得 因为有评审在那里啊 到底对不对 我不知道 太太组的这五个问题 我们已经全部问完了 现在请把麦克风给先生 我们把它换过来 我现在要请先生回答 由太太来翻你们的答案 请听第一个问题 如果家里要养小宠物的话 你太太会选择哪一个 请刘先生您先回答 小鸟 小鸟 我们看一看 小狗 小鸟跟小狗差很远 一号不一样 王先生请您回答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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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狗答死了 小狗 蔡先生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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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狗答死了 第二个问题 请问你们第一胎婴儿出生的时候 体重是多少 多少磅好像 应该这样算 好 蔡太太 蔡先生先回答 算公斤的 那算公斤的 算公斤 没有关系 只要你们讲出来就可以了 三公斤八 三公斤八 五点八斤 五点八斤 五点八斤是三公斤八了 我们换算一下 看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就没有问题 好 王先生 三千九百五十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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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赛了 我在这里特别 我要讲一讲 因为王先生体重是特别一点 所以他对于体重都特别注意 好 刘先生请您回答 三千七百公克 三千七百公克 我们看一下 七点五磅 七点五磅 要换算一下 看对不对 对 我换算一下 我不清楚 好 这个单元 我们待会儿再来算 第三个问题 请问 你太太的生辰 是属于哪一个星座 不是我们的十二星少 而是星座 所谓星座的话 各位我相信都晓得 都了解 好 我们请刘先生先回答 星座 星座 是 仙女座 仙女 有没有仙女座 有没有仙女座 有处女座 有处女座 对 看看也许你太太是仙女座的 我们看看您的答案好不好 来 我们翻开看 处女座 或者刘先生是这个意思 好 黄先生 巨蟹座 巨蟹座 不是 三千五百功课 已经弄过了 巨蟹座 答对了 蔡先生 巨蟹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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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对了 第四个问题 你太太现在最喜欢 看哪一个电视节目 请直接说出节目的名称 不管哪一台的 没有关系 好 请蔡先生先回答 欣欣之我心 欣欣之我心 何嘉欢 哎呀 太太太太捧场了 谢谢啊 抱歉没有对上 不不 您太太 最喜欢看何嘉欢 但是每天看欣欣之我心 好 王先生 朱门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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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对了 非常有默契 有没有每天陪你太太看 有的时候陪 刘先生呢 欣欣之我心 欣欣之我心 何嘉欢 我看我们制作人应该很高兴了 非常地捧场啊 光起这跟我们制作人 你要特别地要待会儿 要送人家点礼物啊 第五个问题 你觉得你太太在婚前和婚后 改变最大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改变最大的 不管是个性也好 是穿着也好 各方面啊 改变最大的 蔡先生请先回答 改变是哪一 我刚才讲了 不管是穿着 或者是个性 或者是个方面 你太太在婚前跟婚后 哪一方面改变的最大 穿着 穿着 我们看一看 更充实 穿着上更充实 是不是 我这个 这个我不会解释啊 好 王家 身材 身材 体型 答费了 王家 您是说您太太 结婚以后的体型 是从苗条变成妇态的 还是妇态变成苗条 变成比较妇态的 跟你比较 集起直追 哦 集起直追 跟你完全是配合你的身材 很好 那么刘先生呢 烹饪 烹饪 我们看一看 成熟 哦 烹饪越来越成熟 还是您 是在思想呢 还是在生理上 越来越成熟 我搞不清楚啊 现在这五个问题 都已经问完了 我们的这个评审先生 跟我们的小姐 大概也差不多停出来了 陈丽安 来看看他们这个单元 能够得到几分 哇 很精彩 来我们看看这三组 这个单元里面得到几分 第一组十六分 第二组 三十六分 第三组 也是十六分 跟第一组同分 恭喜王先生 王太太 中期要特别的加点油了 三十六分 几乎接近我们的满分 对 在此地 我们特别祝福这第二组的夫妇 稍后我们再进行另外一个单元 今天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们爱要让你知道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我面前有一个像小小的菜市场一样 那么上面有很多菜 那么至于这个单元怎么做 我慢慢的跟各位解释 首先我要请三位太太到我面前来 那么这是个不情之请 这一段不能让你们看到啊 我们面向我 然后再向后转 请向后转 好 我们面向那边看 您再稍微的把脸转过去一点 好 那么我们荣誉之度 不要向后看啊 我们再请三位先生到前面来 这三位先生各位可以看得到啊 那么我们再照顺序来啊 那里有三个盘子 陈琳言把盘子给他们看 现在把你们所希望吃的菜 所喜欢吃的菜 从这里面把它挑出来 放在你的盘子里面 请开始我们计时一分钟 这里有很多的菜 比如说有这个芥菜啊 有四季豆 有这个韭菜花 有芹菜 有蛋 有豌豆 还有这个护子瓜 还有洋葱 还有番茄 还有线菜 还有空心菜 还有就叫金刚菜 金菜一种口味 还有很多的肉丝 也有这个牛肉丝 您过来这里好不好 不要挡到我们的镜头 拍不到那位盾位很大的朋友 您觉得应该放一些什么佐味料都可以对 自己可以随便拿 好 您觉得怎么样配才是最好吃的一道菜 就尽管拿 这个不要钱的 还有蒜 还有辣椒 还有豆腐 这个人胖一定是有原因的 好 黄瓜 好了没有 选好了没有 还有没有缺什么东西 没关系 没关系 用走 好 如果选好了以后 你们不能往后看 拜托 这位太太 好 选好了以后 把它放在这个桌上 好 好 请放在这个桌上 对 对 你们选好没有 我们把这个 这个 一 一 你们两个调换个位置 不是 不是 就是你们两个位 好 一二三调换个位置 好 陈莲 请三位先生到那个 屏风后面 好 现在请您到这边来 好 把它的位置安排好 把它的位置安排好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所选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有的喜欢吃白菜 有的喜欢吃这个黄瓜 有的喜欢吃空心菜 陈莲 安排好了没有 好了 根据他们的顺序 把这个放在他们的三个 卡通娃娃的前面 好 还有这个 好 现在三位太太委屈您半天了 请面向我 然后跟着我到这边来 请你们三位看一看 你们先生所选的这个菜 哪一个是 哪一盘是你们的先生 这里有甲乙饼三个位置 看好了以后请回座 看清楚一点啊 你看得最快 我知道了 已经看出来了 看好了吗 看好了以后 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性向的测验了 各位可以看到 你们的台上都有甲乙饼三个牌子 请你们 现在不要先拿出来 也不要先翻开啊 把它选好 看是哪一个位置 这甲乙饼 哪一个位置是你先生的 是你先生的 所选择的菜 我们一起举牌 好不好 我讲一二三 一 二 三 甲乙饼 好 你看看 现在出问题了吧 蔡太太是乙 王太太也是乙 然后这个刘太太是甲 这样好了 我们先看甲 陈莲把甲打开 看是不是刘先生在里面 完全正确 没有错 我们再看看 王太太那个乙 乙是不是王先生在里面 如果是的话 你就不用看了 完全正确 请问王太太 你是怎么看得出来 你先生那个菜呢 因为那个三个盘子里面 只有它的是一把大蒜 一把大蒜 还有很多肉在里面 所以这个胖一定是有原因的 可能吃肉食比较多 还有我们刘太太 是怎么看出来了 因为她不吃乙鲜菇的 因为她不吃青椒跟香菇 好 那么蔡太太 我们看看要不要看一看 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不好 已经没有机会了 因为这个菜不能再重选一次 我想那么这个单元 可能就比较吃科一点 好 我们把这个把它盖起来 现在我想这个单元也很有趣 大家彼此之间都很有默契 这个菜也选好了 人也选好了 我们看一看她得到了多少分数 这个单元 我们来看看三组她们得到几分 第一组十分 第二组二十分 第三组二十分 谢谢大家 加油了 稍后我们再进行另外一个单元 谢谢各位 各位观众朋友 现在要进行我们的同心协力 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三组的夫妇通通在此地 那么要做什么呢 就是刚才他们先生所选出来的那一堆菜 我们现在要请他们同心协力 把它做出一道很可口的菜来 由太太们来切菜 由先生来长厨 先生长厨 把它做好了以后 我们品尝一下 看谁做的好吃 那么为原则 并不一定要把所有的菜 全部把它放进去 你们把它配成一道菜就可以了 我们时间以两分钟为限 好 现在请开始 计时开始 在三组您的面前都有盐跟胃素 您是的您的需要 可以增加他的胃口 大家看手脚非常地利用 可以看到切通的情形 非常非常之快 先生也在帮忙 在打这个蛋 三组动作都很凌厉 炒蛋 原来是要炒个蛋 这个油热了没有啊先生 这个油我刚才不是怎么热呀 这第二组的 我一看到 已经看到大蒜了 先放点大蒜爆个锅 然后呢 青椒往里面放一放 哇 现在是香味四溢了 在家里炒过菜呢 炒过蛋炒饭 你太太会不会炒菜 对 对啊 对啊 您现在打算做一餐什么样菜呢 炒肉丝 那个青椒牛肉啊 我把你青椒炒好了 然后肉丝在炒上呢 先爆一个锅 颜色非常的漂亮 颜色非常的漂亮 好 现在切葱 要把葱摆下去 柳先生,您平常在加油,常在趁热吗? 我帮她一点。 技术很好。 我们的啦啦队在卖命地在替他们三组加油的。 好。 哎呀,你一瞧瞧你,幸亏我走开了。 你还要来这么一手啊,你看。 好了。 哇,第三组他们也已经完成了。 好。 时间到。 时间到,我们先把我们的网续关掉,好不好。 来,我们一样一样的看一看。 好,这个是怎么事? 呀,还没有下锅呢。 哦,还没霍好。 光炒了一个蛋在这儿啊。 那么这个番茄跟葱跟这个香菇都还在这儿。 是,还要继续炒,对不对? 好,那对不起,没时间了啊。 我们就看一看好了。 颜色很漂亮。 当然漂亮。 不过你这个真的蛋炒得不错。 这个是怎么生的? 青椒牛肉丝。 牛肉丝。 这样就可以吃了吗? 好可口。 等会儿,不是我吃,这评审要来吃。 我真想吃。 呵呵呵呵。 待会儿,出了点什么毛病的话,是评审倒霉。 在这儿。 呃,刘先生,您说这一盘是炒肉丝,是不是? 是。 哦,我们看到有胡萝卜,有小黄瓜。 好。 颜色配得很漂亮。 我们的老盖仙已经迫不及待了。 呵呵呵。 好,老盖仙,请您上来好不好? 给我们品尝一下,从这儿到后面来。 你说你要吃多少啊? 真的? 我没吃午饭啊。 没吃午饭啊? 不是,您稍微地尝一下就行了。 快点别抖。 这方是个蛋子。 好吃。 不错。 不错啊。 好,没吃午饭倒是很合适。 这青椒牛肉丝,您尝尝。 好。 味道如何? 很好。 好。 都好。 好。 我们再看看这个。 嗯,也不错。 帅哥过饭饭了,您知道? 您这不是废话吗? 这三个都好,我怎么评审的这儿。 你像都不得罪啊。 哈哈哈哈。 但是我今天上风,舌材挺厚,什么也长不出来。 来,我们请这边站。 好,第一组,十分。 第二组,十五分。 第三组,二十分。 恭喜刘先生,刘太太,您获得最高分。 好,恭喜这三组的朋友。 稍后我们再进行第三组的思想。 好。 好,谢谢。 好,谢谢。 好,现在要进行我们第三组的思想。 到前面来,我们把我们的情人椅放下来。 刚刚刘先生,您在表演那首《拿手好菜》的时候, 真是看得我过瘾极了。 我想您在家一定时常帮忙刘太太做些家事,对不对。 我是我太太的助手 助手 这个陈灵安一直是好像 我一直念念不忘您那一道菜 垂眼三指 是一直想尝一尝一个菜 但是没机会 在家里都当助手啊 是做什么呢 我太太把菜切好以后 她就开始给我训练 让我有机会 经常有机会炒菜 这是大师傅啊 这不是助手 你太太是助手 那么家里的菜都炒得很好 小宝宝都把它养得很白胖 都是你的功劳 应该算是我们太太功劳 太太是这个主厨了 你是 我反正也不会讲了 我们谈谈恋爱经好了好不好 当初怎么认识你太太的恋爱的经过 还是你这个结婚以后的婚后生活 好的 我认识我太太是在民国五十一年 那时候我们俩都是在高中 读书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校园里 看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美丽的女孩子 她让我产生了来电的感觉 于是乎我就开始收集资料 打听她的姓名 她的班级 跟她的行踪 后来我发现 她非常喜欢上图书馆 原先我不太喜欢上图书馆的 也就开始 往图书馆跑了 在图书馆里面呢 我就找最好的位置 能够亲近她 引起她的注意 有一天我发现机会来了 我发现她呢 在思考一个数学的问题 那我就至高奋勇地上去了 我就问她了 我说你知道题目是不是有问题啊 能不能我帮你来解答 我太太她就对我微笑了一下 我就把题目拿过来 也在慢慢地思考 这个题目被我终于解答出来了 不过有个问题呢 我到今天还不了解 我太太当时呢 她是有意思地让我有这个机会来亲近她呢 还是她真的不知道这个题目的答案 这个我们要请假一下 趁这个机会来问一下刘太太好了 大概是真的这个机会就是 是给她一个机会 是说你给她一个机会 当她接近就说正好 正好 那题也不会 顺便就给那小子一个机会 他在旁边已经好几天了 每天老在那 他不能无心来看书的 就是想要跟你来 有没有机会跟你说话 过去有没有经常上图书馆 很少上图书馆 那她去干嘛呢 去图书馆的话就是去看看报纸了 那以后发现她常到图书馆以后了 我就经常跑图书馆 用心良苦 就带点这个真正的书去看一下了 不看报纸了 我平平平平平平平均说了 书是做幌子了 追她的书馆了 你选的地形地物都很好 每天都等她来 对的 这个结婚以后啊 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提的事情 有一件很好笑的事 有一件非常很有趣味性的故事 就是有一天 深夜里 我们睡得很熟的时候 突然听见房间里面有乒乒乓乓的声音 这时候我们以为有小偷来光临 于是我们扭开电灯一看 不是梁尚君子 而是小老鼠 小老鼠 我太太她最怕老鼠 结果她尖叫得很怕糊涂 那我就像个勇士一样的去保护她 英雄救命 那我就展开了一场的人土大战 结果老鼠被我追的是东窜西窜 但是我的太太呢 她呢也变成了床上床下 跳来跳去 跳还不讲 还尖叫 过了一段时间了 突然听到门外的门铃响了 也有人很急地敲了 那个门敲得非常的急 我打开门一看 原来是左右领访的邻居呢 都进入到我家门口来了 他们听到声音了 有的人呢就指着了 说刘先生 你怎么在三星半夜的时候把太太打得那么凄惨呢 我呢反快了就跟邻居解释 我说 哎呀对不起啊 我不是在打老婆啊 我是在打老鼠 我真是被他们冤枉的很惨啊 不过这个左右邻居实在是也是好心了 害怕了半清半夜 刘先生就把老婆给打坏了 是不是 不过听说那个老鼠没打到的 哎 那个老鼠没有打到 跳出去了 跳出去了 后来玻璃打破了 把玻璃打破了 把玻璃打破了 那以后有没有再有这种情形 以后没有了 没有老鼠再来过了 邻居也不会再来老鼠 这段故事真的是很有趣 可以看到您手上拿了一个 看能手上拿一个盒子 这是 哦 是一个戒指 我们拿给观众朋友们看一看 没关系 中间香的那颗是香丝豆 哦 好漂亮 多久了这个戒指 大概就认识 认识的时候 认识的时候 您先送你的 嗯 这个戒指呢 是我在南部当兵的时候 我从那个香丝树上面折下来的 然后呢 就花了我两个月的心想 打成这个戒指呢 送给我的太太 而且颇有纪念性 虽然这个 很漂亮 这个不是很明贵的东西 但是这个纪念性到时比明贵还要明贵了 那么这个香丝豆 一直到现在保留多久 将有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哇很多容易 今天小宝宝有没有到 这里来 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啊 哎呀真是 你看你菜炒得多好 三个小孩长得那么好 那可能你跟 可能跟这个营养上面都有关系啊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接受我们访问 也祝福两位 这个历久民间爱心的生活 是永远的 勇于爱和 谢谢各位 祝福你们 谢谢 现在要进行我们的何江欢 何江欢 来我们请陈小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 下面首先欢迎 第三组的刘先生 刘先生刘大太太 他们全家福的表演 刘先生 啊 这是您的大女儿 是的 啊 这是两位儿子 是 那么今天表演什么样的节目呢 我们表演家 表演何家欢唱 何家欢唱 新疆名谣 可爱的玫瑰花 可爱的玫瑰花 去我了解 好像你们在婚期的时候 常常唱这套歌是不是 是的 好 那今天我们来听听看 这套歌的味道是怎么样 好 我们欢迎可爱的玫瑰花 谢谢 导演唱我 可爱的玫瑰花 小爱的玫瑰花 小爱的玫瑰花 可爱的预顿玫瑰花 小爱的玫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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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从山上打蕾起着门 等到你在山下歌唱完转如云霞 歌声是我迷了路,我从山坡魂霞 哎呀呀,你的歌声完转如云霞 强装笔,青年哈塞的,一万独大 强装笔,青年哈塞的,一万独大 今天晚上请你,我和来我家 围抱你的马儿,带着你的独狐狼 等到月儿生起来,活动你的气血 哎呀呀,我们像一个藏在书家 哎呀呀,我们像一个藏在书家 非常谢谢,现在就请您回座 那么刚才欣赏了三祖夫妇的何家欢之后 那么我想平分也要一段时间 在这个时间呢,我想我们二度蜜月旅游的地点 以及风光,请我们陈小姐给我们做个简单的介绍 好的,我们节目中二度蜜月最大的奖 是可以获得荷兰来回机票礼券 价值五万元,如果有不足的差额的话 那么请中奖人你们自行的负担 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荷兰的风光 各位您看,这是每周三在阿姆斯特丹 达姆广场固定演出的傀儡戏 吸引了无数的观众 放了暑假,整个达姆广场 就挤满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嬉皮 也具一番风味 这里是游览船的起点 顺着网状的硬核 便可以游历阿姆斯特丹整个市区 在阿姆斯特丹的国立艺术馆中 收藏了很多的名画 像这一幅叫做《东方三博士朝拜》的画 是1624年鲁宾兹的作品 它以精致的手柄描绘出 各种人物不同的姿态、表情和衣着 您看,多美丽的硬核风景 这里是荷兰另一个城市 台福特,城门风光 它以淘气闻名于世 除了荷兰、香港的清水湾、尖沙嘴、邵氏影城 以及九龙夜市也是十分明然的游览胜地 宝岛如意蜜月旅游 能够让夫妻两在六天之内免费唱游 西头、阿里山、日月坛、墾丁等地 风景名声也是二度蜜月的好去处 以上是获得最佳夫妻档的奖品 至于二、三名呢 可以获得由台北直飞蓝宇的来回机票 现在我们介绍一下蓝宇的风光 蓝宇的原始风光 也是常年生活在都市中的我们难得一见的 像两头尖尖的独木舟 各式各样的奇颜怪石 以及岛上居民特有的钉子裤打扮 每年都吸引了无数的观光客 好,现在来看看他们最一个阶段的得分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阶段他们三组得到几分 第一组十七分 第二组十九分 第三组十二分 恭喜王先生王太太在这个单元里面暂时获得领先 稍后我们就要宣布今天的最佳夫妻档 待会儿见 紧张的时刻 那么要宣布我们今天的最佳夫妻档 先来看看他们的总积分哪一对夫妻最高 来,我们来看看今天三组他们的总积分是多少 第一组五十三分 第二组九十一分 第三组六十五分 恭喜王先生王太太成为我们今天的最佳夫妻档 非常明显的而且是悬殊的比数能够产生我们今天的最佳夫妻档 然后我们一三组的朋友我们先把从台北之飞蓝女的这两段分析票制证过去 那么同时我也希望王先生跟王太太您到前面来 王先生王太太您可以看不到 我们带大家都为您在欢呼 那今天的成就应该是由哪一位所得到的 她太吵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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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蒜捡对了 太吵得好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这个谦虚 我想最佳夫妻档产生了以后 已经我们这里安排了一个二度的蜜月 是 你知道都往什么地方吗 荷兰 不一定到荷兰啊 能够抽到荷兰才能到荷兰 你想到哪里 随便都可以 有荷兰有香港也有我们早早的旅游 非常之好 请过来看一看 我们这里有12345 五个按钮通到那里五个电路 从12345通到甲乙丙丁物 啊 那么你选一个号码 然后我们把这个按钮按过去 看那个通到哪一个甲乙丙丁 那么我们把那里面的信封拿出来 就可以知道你们往哪里去二组密 好不好 哪一个选 不要害怕 谁选都一样 选几号 他说让你选他按 你看吧 真是令人很犹豫的一件事情 我们尽快 二号 二号是不是 好 你从这个按钮一按到九 好我们来看看跑灯 饼 二号是到饼 来 陈妮嫣把那个饼拿过来看一看 到底是到哪里 现在我为你们祈祷 我到底看看这个是往哪去 你要跟我一块看呢 还是我帮你看呢 亚传本 obviamente 往哪里导时 我比过� 来来来来来 跟我一块跳舞 在冰冷正上来请 阿俊 阿俊 也连这个都配合得这么好 荷兰 曾经到荷兰去过没有 还没有 马上要去 马上要去啊 这个荷兰是欧洲的一个门户 我们踏到荷兰以后 你可以把欧洲整个邮片 我们的飞机票 现在做一个赠票的仪式 恭喜二位 谢谢各位的欢迎 同时也谢谢各位的收看 何佳欢祝各位 何佳欢乐 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祝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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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